成績完成! 成績完成! 哈囉,大家好! 上禮拜有給電腦魔人看我其中一支影片 我覺得我那支影片分享的東西 還蠻實用的 對大家應該是蠻有幫助的 結果電腦魔人居然告訴我說 你這支影片沒什麼化妝欸 這樣效果不好吧? 重点是内容吧 怎么会是效果呢 我相信我要分享的是 对大家有帮助的一些资讯 所以这一集呢 就是我要用我生日礼物 买的那些彩妆来化妆给大家看 那如果喜欢我这个妆容的朋友呢 就欢迎继续看下去啰 用这一罐新买的 太干了 我就是非常标准的那一种 到冬天的时候 我的两颊一定要擦霜 补油 否则我的两颊就会 就会出现那种脱皮的现象 然后我发现 像我大女的 她只要到冬天呢 她的两颊就一定会红 然后你要特别给她擦 保湿的霜 否则呢她就会很痛 就是上第一层的 我再上一次 有一些水分 然后要再用这一罐 很贵的这一罐玫瑰油 给两滴 我特别补充在我的双颊 觉得这个黄色很丑 换一个红色 生日买的 新的 阿曼妮的粉底涩 这一支我用了非常的久 稍微简单刷开之后 用一个美妆蛋 它这个粉底液看起来是 蛮轻薄的然后有光泽 我们再上第二层看看 好 这是上了两层 好 接下来我们来遮瑕 遮瑕我用的是这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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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斯的 就在你在意的皮肤 黑人圈那里 放这些 两颊比较泛红的 放了两次的粉底液 然后再加上一次遮瑕 然后是透亮透亮的 是有光泽的 那我自己是喜欢这种 看起来比较清透 然后比较自然的 我选的是B01-01 B开头的呢 它是暖色调的 其实我的脸上的皮肤呢 我是冷色调的皮肤 但因为我的脖子 为了搭配我的脖子 看起来比较是不同色 所以我是配合脖子 我就选了B开头的 然后偏自然的颜色 因为我的脸颊有泛红的问题 所以我不会再用冷色调 如果我再用冷色调的话 可能泛红会更明显 那如果我用暖色调的话 它就可以去修饰我这个泛红的状况 我现在的底妆已经完成了 那我接下来要来准备上眼影 我要用 这一个打底色 整个眼窝都要涂到 底色打好了 接下来我用这一个颜色 这一个 中间是最深的 底下 然后慢慢上上运染 这两个颜色混在一起 这一边就完成了 好我现在把另外这一边也把它完成 暖染的不够的话可以用手 像我是还蛮习惯用手的 我让它暖染的自然一点 有时候手比刷子还好用 其实人都有一点点大小眼 我的左右眼其实也没有完全一致 所以你看我画出来的 左边跟右边看起来其实有点点不一样 是蛮正常的 因为你看我左边的双眼皮的距离 跟右边的双眼皮距离 其实是有点点差距的 代表这是天生的 自然的 不是用人工去割的 好啦眼睛画好 补一点点下 可以用一点点 一样用这个颜色 画下面一点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想要画太多 我只要画一点点 我发现我的眼妆不能画太重 不然看起来会很羞 所以通常我眼妆不会画太重 就画一丢丢就好了 最后我会用手 沾这一个 一点点就好了 沾在这里 正中央 好 左边是擦了亮粉 右边没有亮粉 的差别 好 那我们把右边也上上去 好 两边都上好亮粉 接下来要来画眼线 那我用的是这一支 通常我只画眉尾 我不太会 我不太会 我不太画整只眼睛 因为如果我画整只眼睛的话 看起来会很凶 一点点就好 两边都画好了 有没有画眉尾我觉得差很多 整个眼睛如果有画眼线的话 眼尾勾勒出来 你的眼睛就会看起来很有精神 接下来我们就夾睫毛啰 这个睫毛夾非常普通 就是我用了很多年 这个是Body Shop买的 稍微夹一下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要用我新买的这一支 比较能根根分明的睫毛刷 前几年我是很热衷 重睫毛 因为很方便啊 出门都不用刷 直接用重睫毛 但是我发现重睫毛有一个很大的 缺点就是 睫毛会整个掉下来 然后睫毛掉下来之后要再长 好像不是很容易长 所以呢我就决定了这一两年 我就都不再去种睫毛了 如果真的想要翘翘的睫毛 就自己画就好了 而且睫毛膏 便宜又多样 你看 这样刷就OK了 还是不要去种了 好 我把另外一边刷起来 在我生日前一天的时候 我们家弟弟洗完澡突然问我说 妈妈你还能活几年 想说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原来呢他是要告诉我说 因为我不想要跟妈妈分开 可是我又不知道妈妈能活多久 结果我就回答他说 OK啊 妈妈一定可以活很久的 只要你不要惹妈妈生气 基本上只要不要生气的话 身体比较容易健康 妈妈就可以活比较久 就可以陪你久一点哦 然后我们家弟弟听了就好高兴 他就说太好了 妈妈不会很快就死掉 然后他还说 那我要来研究长生不老的药 这样妈妈 你以后就都不会死了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同言同语 听起来真的是 好可爱好开心哦 好 眼睛我就这样就好了 基本上我不要花太多的眼妆 我不想花得太重 不然我看起来会很凶 然后我接下来 我们来擦唇膏 用一个最普通的护唇膏 也就是要先一个打底 今天我想擦这一个 我新买的这一个 这个唇膏 Makeup Forever 182的 打开这样子 他这个还可以把它这样擦在后面 然后后面可以让你涂嘴巴 好 我不喜欢擦太鲜艳的颜色 这颜色是比较偏粉 然后日常可以用的颜色 好 这几年都也比较流行的 是所谓的大地色系 擦出来就是这种效果 好 它是有一点点油亮油亮的 它是有光泽的 它说它可以用背后这样子 这样子去擦 但是我不想 因为我等一下还要洗这个 我觉得太麻烦了 试试看我新买的这一支 这一支是画眉毛的 一边是 这是粗的 然后一边是抓眉毛的 因为我这个眉毛 漂已经超过 我至少漂了大概超过一年半有了 所以其实退的差不多了 那退了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都是很像红色 有点偏红 所以我现在要用咖啡色去补 我就顺着我原本的形状下去画 这让毛有点立体感 好 几年前听过一个笑话 像是韩剧流行那个一字眉 然后有大学生呢 光就是看韩剧 就想追求韩剧里面的那种一字眉 但是呢可能因为化妆技巧不够 不够熟练 结果就把自己画成两条毛毛虫 就这样好像两条粗粗的毛毛虫 这是我朋友跟我分享 因为我朋友在大学里面当教授 结果呢我朋友说 一看到那个学生一进来 吓到了 不管学生讲什么话 基本上他都没有听到 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是盯着 那个学生的两个眉毛毛毛虫 然后那学生其实是想要来说 请教授让他过 不要当他之类的 所以想当然了 你讲的话如果 因为你化妆 画的不是那么恰当 结果教授 注意到你的两条毛毛虫 那可能 我相信这个沟通的结果应该不是太好 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从国中我就开始学会画眉毛 因为我觉得眉毛很重要 基本上眉毛跟眼睛只要顾好 你整个容貌不会差太多 把这边也稍微补一下 再用一点点眉粉去补 我用这个颜色 这只稍微再修饰一下 不要用这一盘来修饰 就是鼻影 我要用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来画鼻影 这样画下来 这边最重 这边最重 我现在 这边都要画 那鼻影不要画得太重 不然你会很像那种在唱歌仔戏的那种 就一个鼻子 很奇怪 这个时候呢 你反而是可以做打亮的动作 可以用我上次买的这一盒 粉红色这个颜色 这个 在这里鼻头 打一点 这边三根 打一点 这样一点点 左右叉 把三根 把三根擦亮 利用这种对比的效果 做出鼻子很挺的感觉 最后 最后我们来上腮红 那这一盒腮红呢 是我长期爱用 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用了很多年 是Jojo Amani的 可是呢 我目前这一盒呢 摔到了 所以你看里面长这样 已经碎掉了 但是呢我还是舍不得丢 而且还是可以用的 搭配 一样是Jojo Amani的 这个刷子 非常好刷 这刷子我也是用了好多年 非常的软 很软 好 沾一些些 就这样子 眼睛正下方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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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呢 我非常的喜欢 我自己最爱的就是这个 腮红 汽车刷起来就看起来很好 左边跟右边 这边还没刷 这边也刷了 这边看起来就是比较彩白 都是白的 那这边呢 因为有刷了腮红 汽车看起来就很好 把另外一边也刷上去 然后中间这里 也可以刷一点点 这样整个气色看起来就非常的好 好 头发放下来 好 化妆化完啦 这就是我日常 特别的场合 像是喝洗酒 或者是我生日当天 或者是有特殊的节日 或参加一些学校特定的活动 我就会化类似这样子的妆 提供给大家参考啰 这是我这一次化妆用到的 所有的产品 主要是把我这一次的生日礼物拿来 示化给大家看